民眾值幾百貨公司內 一群人追著一名男子到了一樓 終於把人揪住 請叫警察 還有人來幫忙壓制啦 我沒 幹 我在講我臭傷了 三名男子一人抓一邊 還有人抓住對方的腳 只見他相當躁動 一直想脫逃 一度要四個人才抓得住他 旁邊的民眾趕緊幫忙報案 S1管 這邊是S1管 這邊 剛剛在領上的 領下的 受不了被好幾名壯漢揪住 大家的目光都盯著他 開始惱羞成怒 這名帶漁夫帽穿黑色上映的男子 原來是名竊賊 二十號下午三點多 到信義區一間百貨偷東西 正值週末時段人潮很多 當人民男子進到百貨公司內之後 鎖定一間運動用品店 隨手拿了一件衣服就要離開 當場被其他客人發現 告知店員雙方 追逐到一樓 三樓剛好是寶可夢中心 人潮很多 嫌犯逃逸時 差點撞上小朋友 這名四十多歲的 料姓竊賊是冠竊 當天偷了一件 將近一千六百元的上衣 放在袋子裡面 被人發現後 甚至一邊跑 一邊把衣服丟在地上 最後再攻撐自己沒有拿 只是太緊張 忘記付錢 仍然遭到送辦 也罕見在百貨公司上演追逐戰 幸好成功把失竊的衣服追回來 TVBS黃建國素 佩裕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